那些李莲花放弃的 能活命的机会 一 观音垂磊 你也想要观音垂磊 你怎么知道 我说这观音垂磊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怎么每个人都想要 连你也想要 观音垂磊乃是稀释的药 我 是治病 治病 你受伤了 你生病了 我自有心情 晚上呢 也睡不好 也吃不好 心眼也特别地绞痛 唯独只有这个观音垂磊啊 才能治好我的病 你放心 这观音垂磊 我也想办法帮你拿到的 观音垂磊 大家听到自己的狩献 你说 他就算是 碰750 碰7 ей 我的手 看你 你 我的手 我的手 我 穷 我 你是 我 你 我 我 我 就不要了 那冠英淳泪呢 赶紧追啊 别激动 别激动 你这个伤都还没好呢 都说了 被他带走了 那你这怎么办啊 没有冠英淳泪 你的心急 我没有多大的事 这么多年也就这么过来了 放心吧 死不了 我早当你是我的大大王 你的心急 就算寻遍天下奇养 我也要帮你找到 二 师娘舍命相救 观合梦的那个方法 我知道 你放心 你身上的毒 师娘帮你解 其师娘 勿起此念 我不愿师娘以命相救 观合梦告诉方多斌 你能救我 只不过是你的内力之道 与我是一致的 如果强用内力 将必杀之毒引入己身的话 只不过是一命换一命罢了 师娘 我不愿意 师父全下有之的话 也绝不可能会答应 来 师父全下有之 来 孩子 起来 你先起来 相仪啊 你师父全下有之 他愿意让师娘这么做 就算是他活着 他也会用自己的生命救你 因为你父母是他的恩人 今天师母救你 是替你师父报恩 李相仪 你在做什么 你难道要自行了断在我面前吗 师娘 师娘 人各有命 有些事情 不必强调 门口那个 你骗得过去吗 所以还请师娘 暂且听我慢过 怎么样了 已无碍 不可动物 不可动物 毒刚剪 真好了 毒业剪了 什么事都没了 师祖伯伯历爱吧 如今我的内力 只是恢复了两三成半 是啊 所以才要好好僵养嘛 怪我怪我 一时高兴起来 什么都不顾了 多谢前辈提醒 要我说你 既然前辈能解这必查之毒 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呢 走 只能说我运气好罢了 这师娘呢 早期 用了他数年的功力 炼制成了一枚青毒丸 如今呢 配合他的内力 才能将我身上的余毒排出来 所以我现在 才恢复得很好 是吧 师娘 这样啊 是啊 这青毒丸 是我花了十几年的功夫 才炼制成的一枚 就这一枚给你用上了 三 望穿花 望穿花 一是还你人情 二是提醒你 你我还有一战 我以为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呢 事离事友那又如何 你我之战别想耍赖 这望穿花 因羊草皆在 只是因草太过猛烈 会让你争其暴裂而死 和羊草同时服下 可解了这霸道的药效 驱除你体内的毒 保你性命 那迪某主 这是你一生所求 你就舍得给我了 半个月后 东海见 半个月后 东海之战 我果然猜得没错 这个迪飞生 是要放弃了自己的心愿 让你活下去 还算他的良心 李莲花 折腾了这么久 终于有了这望穿花 你的毒 终于能解了 这望穿花呢 迪飞生拿回来之后 我就一直锁在里边了 怎么不见了 李莲花 陛下那毒是如何解答 你拿望穿花去救陛下了 汪小宝 他 旅行 你难道不知这世间 只有这一株旺穿花才有可能救你的命吗 我就知道你会生气了 实话告诉你吧 那个忘了穿花 本业只有三成的机会结果的毒 对我来说 可能就是一种浪费 要到部中给更需要的人 你说对吧 李莲花拜见陛下 今日前来只为陛下献上一幕 以解陛下所重之毒 难怪陛下这么快放走我爹 难怪他不再忌惮于你 李莲花 这么多人前不后继想要你活着 可你呢 你就这么不在乎自己的死活吗 不行 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死的 我这个土地 果然是没有白手 我就是有心就不在乱 我说你会冲动 我说你会冲动